中国花游队在巴黎水上运动中心创造了中国花游运动的历史 他们在2024奥运会花游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得到283.6934分 连同在技术自选、自由自选的两项得分 以总分996.1389分 领先第二名美国队81.7968分的绝对优势夺冠 这是中国花游队自1988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 第一次站上最高领奖台 创造了历史 这枚金牌是中国花游从舞到有每一个名字的艰难提升 第一次获得奖牌在道首次夺冠的艰辛历程的真实写照 凝聚了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和泪水汗水 中国队在集体项目比赛中演绎的节目为速度与激情 是今年二月在多哈市锦赛上夺冠的节目的提升版 八位出场队员分别适逢与开幕式起手 常好 王次月 张亚仪 王柳毅 王谦毅 肖亚宁和向分悬 在8月6日凌晨的基数自选比赛中 中国队以313.5538毫无悬念的排在全部实质队伍的第一位 领先第二名西班牙队26.4063分 进入第二个比赛日 在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中 八位姑娘在接载里又获得了398.8917分 两项比赛完成之后的总得分已经来到了712.4455分 扩大了与第二名美国队之间的分差 优势已接近70分 8月8日凌晨金牌到手后 中国花油队主教练张小欢与弟子们紧紧拥抱 热泪盈眶 外籍教练 来自西班牙的安娜则是眉开眼笑 兴奋不已 正如张小欢说的那样 大家为中国花油几代人的梦想能在自己手中实现感到无比的欣慰 这枚奥运金牌属于所有为中国花油事业做出过贡献 付出过汗水 青春的教练员 运动员和工作人员 中国花油队成立于80年代中期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在1988年 当时没有参加集体项目的比赛 仅在双人项目上获得第9名 从参加奥运会到夺的奥运会的奖牌 这条路 中国花样游泳一走就是20年 这一点 现任中国花油队主教练 来自北京的张小欢最有感触 他是从13岁开始走进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大门的 从代训队员到成为北京花油队 中国花油队的主力队员 队长 在成长为助理教练 主教练 31年的队员和教练生涯 见证了中国花油运动崛起的全过程 事实上 由于花油比赛长期沿用同一竞赛 评判模式 在世界大赛上的名次 成绩想提高一位都很难 名次经常是固定住的 由裁判员的音像分在里面起作用 而且俄罗斯 日本 西班牙等花油强国 确实有多年积淀的抵运 实力非常强劲 2000年悉尼奥运会 张晓欢首次参赛 姑娘们就想中一个第六名 结果就是无法突破瓶颈 最终紧获得了第七 大家伤心了好脚 但是中国花油的教练员 队员们和从业者带着一种不服气 不甘心的镜头 默默耕耘 在这个不是很受人关注的小众项目里愣是闯出了一条路 不断向上 再向上 2006年多哈亚运会 中国花油队第一次击败了亚洲霸主日本队 建立了信心 从此便开始了节节攀升 为了备战北京奥运会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秉承着请进来 走出去的思路 聘请了有日本花油教母之称的景村亚代 他的到来 也让中国花油队的经济水平理念有了志的飞跃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 景村亚代担任中国队主帅之前 中国队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在亚运会上赢下的日本队 北京的汪杰培养了张小欢 四川的郑家带出了蒋文文 蒋婷婷等国内名教练 都为中国花油的崛起立下了大功 而到了2008年的北京 在景村亚代的带领下 中国花油队第一次触摸到了奖牌 获得了集体项目铜牌 实现了重大突破 其后的连续三级奥运会 中国花油队都斩获了银牌 名字仅次于俄罗斯队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花油强队 而在此期间 花油姑娘们已经在世锦赛 世界杯上获得过冠军 中国队拿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是 四川姊妹花蒋文文 蒋婷婷带来的 他们在2010年世界杯的双人项目比赛中 为中国夺得了花油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 2011年上海游泳世锦赛 虽然没有拿到金牌 但是中国花油却一次次地突破自我 赶超世界 收获了六银一桶的突破成绩 此后的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 中国花油队首夺世锦赛集体项目金牌 这个冠军的分量又要高于世界杯的冠军 姑娘们只差奥运金牌了 在巴黎 中国花油队终于圆了奥运冠军梦想 创造了历史 大家的心情就像张小欢所表达的一样 中国几代花油人的梦想能在我们的手中实现 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这枚金牌属于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所有中国花油人 我们用这个冠军 这枚金牌向他们致敬 花 金牌入带 中国花油蒙昧花样登顶 速度与激情演绎完美热血 八朵金花旗绽放 奥运最高领奖台中圆梦 教练直呼感觉不真实 姐妹花誓言继续前进 谁说中国人不会游泳 这回咱们花样玩出新高度 花样芭蕾 水上芭比 中国花油终于登顶了 从1988年首次参加奥运会 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 中国花样游泳队整整等了36年 终于站上了奥运最高领奖台 这一刻不仅仅是八位姑娘的胜利 更是几代中国花油人的圆梦时刻 看看咱们这只水上芭蕾队伍的表现吧 世界造型拉满 难度系数拉满 医术表现力也是拉满 三套动作全部排第一 1996.1389的总分力压群方 这分数也太漂亮了 领先第二名美国队整整81.7968分 简直是碾压式胜利啊 这回 中国姑娘们在水里上演了一出真正的速度与激情 不愧是世锦赛夺冠节目的升级版 这次她们把速度和激情都演绎到了极致 八位小仙女在水中翩翩起舞 那动作之优美 那配合之默契 简直美得让人一不开眼 从铜牌到金牌 花油姐妹花圆了几代人的梦想 回想2008年 当时的中国花油队长张小欢带领姑娘们拿下一枚铜牌 那时候谁能想到是六年后的今天 她会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领新一代小仙女们 问鼎奥运之巅呢 张教练感慨说 梦想实现的一刻感觉有点不真实 这种不真实 恐怕只有经历过无数次失败 无数次跌倒又爬起来的人才能体会吧 从运动员到教练 张小欢用自己的坚持 诠释了什么叫做不抛弃 不放弃 花油姐妹花王柳毅 王谦义的话也让人热泪盈眶 这是中国花油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我们会继续前进 为团队贡献自己的力量 姑娘们啊 你们已经为中国花油历下了汉马功劳 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 真是让人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汗水浇灌金牌 付出终有回报 张小欢教练的一番话 道出了这枚金牌背后的艰辛 在这过程中我们有流泪 有流汗 有流血 最终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听听 这哪是在说训练啊 简直就是在描述一场场生死较量啊 可不是嘛 想想看 花样游泳这项运动 又要憋气 又要保持优美姿态 还得跟音乐完美配合 这得需要多强的肺活量和体能啊 更别说还得忍收长时间泡在水里带来的各种不是了 这哪是在游泳啊 简直就是在折腾人嘛 但正是这种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 才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从铜牌到金牌 中国花游用16年时间 演绎了一场精彩的鲤月龙门好戏啊 新规则下的机遇 中国队抓住了 张教练提到 本周期花游有了新规则 这给了每支队伍登上最高领奖台的机会 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中国队可没有丝毫松懈 新规则 行啊 那咱们就在新规则下玩出新花样 看看人家的悲战态度 从来不敢放松 在整个悲战过程中不断努力 不敢有丝毫松懈 这哪是在悲战啊 简直就是在打仗嘛 难怪最后能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 不付出哪来的收获啊 不仅是胜利 更是一件艺术品 张晓欢教练最后说 我很骄傲 我觉得我们完成了一个最完美的作品 没错 这哪是一场比赛啊 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水上芭蕾表演 从事绝造型到难度系数 再到艺术表现力 中国姑娘们把花样游泳这项运动玩出了新高度 她们不仅是运动员 更是艺术家啊 在水中 她们用自己的身体创造出了一件令人惊叹的艺术品 她们用自己的身体创造出了一件令人惊叹的